我们不会再争取WBC热身赛在新竹举办 因为我们赶不上国际的这样子的一个赛事在这里办 他必须要在这之前完成验收 新族市长高宏安带着副市长蔡立青 5号上午召开记者会 宣布不争取WBC世界经典赛的官版热身赛 就是因为棒球场还有问题 这应该是电线 挖开草皮竟然有废电线 高宏安公开厂务人员4号进行会刊的影片 而在两次厂刊中还发现砖头跟石头以及积水问题 高宏安强调前市府交接前没把球场赶伸到能举办赛事 甚至在记者会途中传出废电线被拔走凭空消失 我们昨天挖到的电线竟然被拔走 现场直接灭阵 球场都有监视器 所以到底是谁去 不管是在暗夜当中把电线移出 我相信在监视器的这个画面上可能都可以调阅的出来 高宏安也指出球场还有152项问题 而且厂商有偷工减料嫌疑 检方已经立案调查 同时市府可能面临违约诉讼 至于要不要大规模开挖 调查证据有部分的话 甲官这边会安排 那我们后续都会配合甲属这边的安排 市府会主动把证据送交减掉 只是棒球场短时间难改善 不争取办热身赛 最失望的恐怕还是市民跟球迷 三内新闻张浩一 蔡宏恩 新竹采访报道 大家午安 我是王举之音 欢迎收看前进新台湾 刚看到这个画面 这个是高宏安在上午的时候召开记者会 这么大一个球场挖出了地底的一根电线 让网友说真的是蛮嘖嘖称奇的 但是新竹里面到底有没有大秘宝呢 好 我们等一下再来谈 但我们先来看一下南投县长 这个林明珍卸任了之后 看起来这席立委补选可能才是大秘宝 好多人想要抢吗 林明珍选前才说自己不会再选了 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但是怎么了 现在又出来说要来补选南投县委了 让大家第一个疑问是 国民党是没有人了吗 还是朱立伦你到底有多瞧不定党内呢 好 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南投县委这一期补选 确定是民进党的蔡培会 对上了国民党的林明珍 那其实林明珍的儿子也想选这一席 那一定就是很多人想选嘛 好 但是你想想看 国民党里面已经有落袍姐妹花了 又有翻墙的萧景田 再来一个回顾的林明珍 还可以有多不堪呢 赖清德就批王红为说 选立委还拿一元的补助款 是负责任的态度吗 但是林明珍不就拿了 选立委选县长的补助款 去买豪宅吗 好 这个对得起选民的期待吗 那政府呢 现在确定要全民发6000块钱的现金 力拼2月底要入账 好 大家看起来呢 这个228年价应该可以好好来规划一下了 但果然呢 怎么发 还是有人会说话 这个蓝莹就有话要说了 包括像朱宇伦呢 就说哎呀 怎么只发6000块钱呢 但诡异的是 连高嘉瑜都跟着骂政府说 超真是行政疏失 哎 这样说 干对 怎么会是这样子呢 好 大家也说了 欲加之罪啊 何患无辞 那蓝莹自己都忘了 当年马政府发个消费券 3600块钱 然后邮电双掌 搞得怨声债道吗 那个时候举债 大家都忘记了吗 那事实结果如何呢 2024 大家想要把柄做大嘛 但是不是太急了呢 包括侯友宜最近 频频发言 我们来看一下 侯友宜最近说什么呢 最近不停提到自己的两岸论调 但是讲出来 好像又像是 呵呵这事 2.0 大家很多人说 听不到具体的两岸论述啦 但是赵少康这边呢 就跳出来力挺侯友宜说法 所以侯友宜现在是靠拢 以美派咯 好 当然前后呢 欢喜欢逗的 还有刚刚呢 这个新闻画面看到的高宏安 之前呢 大家说不是带着MLB的专家 才说新竹棒球场很有潜力吗 结果没有想到今天上午呢 召开记者会 就说因为赶不及验收 所以不争取热身赛了 但是整个议题 是不是故意编织一个美梦 再故意把它戳破 然后把责任推给前朝呢 这一场是政治戏 难道也是心理战吗 今天节目上面 我们就一起来做讨论 首先要欢迎今天节目来宾 资深媒体人 钟年华晃哥 李静浩 大家好 前期美食议员何博文 大家好 政治评论家温朗东 大家好 资深媒体人王瑞德 今天好 大家好 政治评论员李静浩 大家好 好 接下来有更多来宾来加入我们现场 另外还有政治评论员许韦志 主持人大家好 好 韦志哥呢 当然他一定是有改进的空间 但是我们就来看一下 高宏安要帮新竹棒球场 争取热身赛 这个是高宏安说的 那怎么今天上午又开记者会 说因为来不及验收了 所以不争取了 就把责任推给前朝 但是记者很巧 昨天不是有个新闻吗 检调针对助理费 要二度约谈高宏安 那高宏安没有想到 今天就出来召开记者会 时间点是不是太过巧合了呢 请教一下瑞德哥 事实上请问一下 是谁说新竹市的棒球场 要来打这个经典赛了 不就你高宏安吗 就你高宏安嘛 对不对 新竹市的旧棒球场 非常的老旧 那么问题一大堆 所以后来争取到十几亿的预算 那么由新竹市长林志坚等等 那么大家用各式的经费 那么还有厂商 来改进新竹市的棒球场 我个人坚持认为 所谓新竹市棒球场 应该在全部都完备的情况下 才开打 所以你去年就这样开打了 就终止就这样 因为有球员受伤 被人家成为众使 自己骂翻头了 每一个新的球场 一定要验收到完美无瑕了以后 那你再开打 这是一个等于说 比较完美的一个情况 好 那你就去这个等于说改进 你就去这个检讨 然后把它变成一个完美的全场 这才是我们 大家要讨论的一个重点 结果高峰安 你在此之前 带着相关人等进到 人家正在改善的 这个新竹市棒球场 指指点点 说东道士等等 好 没关系 因为你是本来就要接新竹市长了 所以那么在12月25号以后 你就是新竹市长 在此之前你那么当就任新竹市长前 你就说那么要把这个地方变成经典赛 事实上是经典赛前的热身赛 这个我也没有意见 不过话是你讲的 因为到底能不能 能不能要看整个场地到底符不符合这个资格 今天突然间跳出来讲说 不行 为什么 说这个 这个有问题 那么土壤 左外野下面 挖了以后 挖多久以后 挖到了砖块 然后紧接而来 现在挖多久以后 又挖到了这个电线 那我个人是这样认为 你如果挖到砖块 挖到电线 那么厂商在回填不实 对不对 契约怎么定 你就怎么追究 很简单 契约怎么定 你就怎么追究 偷空减掉 减掉 然后再来就是 因为现在的这个 相关的这个单位是 发报单位 相关单位是新竹市政府 对 请问一下新竹市长 现在是谁 不就你高红安吗 所以该怎么办就怎么办 怎么会挖出电线 说被人家毁尸灭机 不可思议 你们挖出来的时候 你们难道没有 把它当作宝贵的证物 非常重要的证物 给保存吗 那所有的东西 全部都完整吗 对不对 你要做什么事情之前 然后你都没有做到 完美的这个相关的 这个呈现嘛 那这个新竹市 棒球长很简单 他们 酸鹅 现在酸鹅 酸鹅现在说 这不是大秘宝 有缺失 但是没有说过是弊案 有弊案的部分 要去查怎么样 选前你们不是这样讲吗 选前那个最喜欢 那么说什么 有人说 跟他检举说 新竹市有百亿的弊案的那个人 选后以后怎么说 改口说 我从来没说过 这个地方是弊案 那个人不叫柯文哲吗 你怎么酸鹅说一头 酸鹅说一头 你讲的话会不会信到 讲的话会不会听到 所以从这个地方 就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 该怎么办 就怎么办 契约是怎么定 你新竹市长 新上任的新竹市长 你就怎么查 至于你的副市长说 检察官有没有之类的 我都没有意见 该怎么定就怎么定 你的副市长虽然是检察官出身 但他不能指挥 这么办 不会指挥这个检察官来办案 检察官办案就是 完全独立办案 所以检察官我也建议 那么检察官新竹地医院署的检察官 你该怎么办 如果有弊案就抓 有弊案就抓 到目前为止 你们看得出来 厂商这边没有做到完美 厂商要负完全的责任 那你就抓厂商 你知道吗 你就要求厂商 什么有152项缺失 全部给我改到OK 完全按照K用来 不 我就给你告 我说坦白是这样 该怎么告 该怎么赔偿情绪 都OK的 这个就是 作为一个新竹市长 应该有的价值跟态度 不过 用这个做 在这个时候用这个做理由 说他你就不争取经典赛了 对不对 从头到尾也没有人要争取 不是说你说的吗 骨头咱们都是你说的 所以让大家说 好像有点点失望的感觉 这就是心理落差 但这是不是一种心理战呢 我们请教一下朗东 因为对民众来讲 我一定会觉得 感觉有点落差 但你回过头来看 当时 新竹棒球场 没有人说要办经典赛 不是高峰安你说的 还记不记得2月14号的时候 是谁带着MLB的专家 酷克来到新竹棒球场 不是露脸的 也就是高峰安吗 那怎么今天开记者会 全部好像都变成是 前新竹市府的问题了呢 对 12月14号的时候 高峰安还特别颇文 他那时候还没有上任 没有上任 就弄得自己好像 已经是市长一样 然后带着专家 一起去现场探看 还发了十几张的一个照片 那重点是在于是说 那时候什么 那时候专家 这个库克先生怎么讲的 他这个高峰安自己的颇文 新竹棒球场是有潜力的求倡 也希望未来能有很多的赛事 可以在这边举办 然后他接下来说 我们很快很短时间之内 就可以做改善工作 必须马上开始进行 然后记者先记得会 他也说挖到那个砖块 就是这一天挖到的 他14号就挖到 他那一天就挖到了 那如果奇怪 你14号就已经发现了有些问题 那一天怎么没讲 那一天怎么不讲这件事情 当时的话 柯文哲原本说弊案 高峰安就说 这个不一定是弊案 柯文哲也改口说 没有人说他是弊案 不知道为什么花那么多钱 换句话说 在14号的时候 高峰安原本定调这件事情 是他可以解决的 他可以用一两个月的时间 让他去打比赛 但是他现在为什么突然间完全改口说 这个球长好像遭到不行 又有电线又有砖块 突然间过了这个 大概三个礼拜之后 完全就改口 然后又扯什么 新竹大秘宝 那我就查了一下 新竹大秘宝 这个始终什么时候开始的 这个在D卡网站上面 有一个叫猫猫头社长 在去年的10月29号说 新竹大秘宝要被挖出来了 里面就只有讲一些民调 还干嘛 完全都没有提到 任何的所谓有关弊案的事情 后来之前 四叉骂就查到这个猫猫头社长 就是民众党台北市的党代表 今天真的网路上都一片说 挖到大秘宝了 对 所以大秘宝这个从一开始 就是高航安阵营的选举操作 在没有任何证据之下 就影射说 柯建民林志坚 有什么必案 可是完全是无地放死 后来高航安因为被林登人 爆出助理费的一个事件 之后他就跟人家讲说 因为他怕 因为什么绿营怕大秘宝被挖出来 才去污章他的助理费 结果罪证确凿到现在检方要二次约谈他 他快要被起诉了 那现在高航安知道说大事不妙 假设说检方在约谈他的时候 准备要起诉 甚至可能会积压的时候 他怎么办 他解决不了法律问题 他至少在政治上面 拿出另外一个相对应的东西说 新竹市的棒球场更严重 还干嘛的 这些都是政治迫害 用这个方式完全是转移焦点 因为如果这个棒球场真的这么烂 12月14号的时候 他就已经知道就应该彻底的去执行 甚至他25号上任之后 到现在也已经过了十几天 他是不是第一时间派人就到处去挖 如果他挖出来每个地方 都一堆什么奇怪的一些砖头 电线还干嘛的 这次一看出来就连环报 那为什么他助理费换件 一直在有进展的过程中 到今天他才开记者会 因为他知道助理费的案件 他距离起诉只有一步之遥 好 所以可能快收网了 是不是这样子要转移焦点呢 而且我们要请教一下晃哥 因为今天高华安开记者会 那其实让大家 包括今天网友 很多论调都是蛮聪动的 说挖到什么大密宝 挖到什么砖头 挖到什么电线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么大一个球场 你怎么会挖到这个电线 这个电线还在T底下呢 好 你看 昨天挖到电线 今天却莫名其妙的移走 高华安开记者会开到一半 说这个有灭证嫌疑 开挖不是挖到大密宝 反而是挖到废弃物 但后来一则新闻又说 这个电线又找到了 所以这到底怎么一回事 先来看一个时间性的关联 这是1月3号的新闻 上次不是有三个助理 被调查局北减单约谈 但是没有复训北减 当时调查官司跟他讲说 北减停电 事实上北减当天并没有停电 那1月3号这三位助理 被北减复训 好 然后1月5号就出现这个新闻 就是今天早上就开记者会了 好 那这个时间点的关联 我觉得太巧合了 这个比天桥下说书还巧 好 再来 一个球场 棒球场大家都看过 棒球场很大 对 你怎么这么准 一挖下去就有砖块 就有石头 就有电线 还埋在地底下 对 我觉得蛮厉害的 莫非这个高宏安 或者他的市府团队 有天眼通之类的 就一挖就挖到 那当然也有人会说 没有 那因为可能整个球场底下都是 所以我随便挖都有 好 随便你 那我觉得 我就建议新竹市政府 全部挖掉 对 好好查 对 全部挖掉 查清楚嘛 对不对 好 第二件事情 这个案子 其实在去年七月 新竹地检署已经分案征办了 所以光华你今天记者会不要 拜托你把进度搞清楚 什么移送检掉征办 已经移送了 新竹地检署已经分案征办 所以一案不两送 你就不用再送了 不用麻烦你 第三 如果这违反工程合约 违反集配 集配料 那你就要么挖掉 请厂商重做嘛 那司法部分 交由新竹地检署征办 你请厂商重做 或是工程赔偿 或是说工程款里面 你给他扣款 这个都有合约明载 因为合约上面 一定会写得很详细 没有必要这种大规模 开记者会 好 今天最关键的是 我觉得光华在做一件事 他在绑架台湾棒球迷的感情 因为你知道 台湾很多人喜欢看棒球 大家一听到可以办 这个世界棒球经典赛的热身 就觉得很high 对不对 然后这个时候说不能办了 然后全部都归罪于全市府 那我告诉大家 WBC世界棒球经典赛 基本上它就是一个商业活动 通常都不是由政府 官方机构出动 主动出面去争取的 争取是哪些 比如说运动经纪公司 甚至有些国家 可能是由球团 来主动征办 争取 为什么呢 因为他会有商机 他可以赚钱 好 新竹棒球场 当时林志坚跟中央争取经费的时候 当时的政委员张景森 有跟他们提了一个附带条件 就是说你整修完之后 你的设计是要可以让中职可以在这边比赛 而且要希望成为中职第五队的主场 所以后来卫权队 卫权龙队为什么会在这里 那现在经营球场这家公司叫龙来公司 就是卫权龙队成立的公司 所以请注意 当时的设计是中职的比赛场地 他跟WBC一点关系都没有 因为我们知道WBC的比赛场地 要求规格会稍微再高一点 好 那如果当时设计是中职的比赛场地 那你高宏安 请问你上次做那个秀事是何用意 人家本来的设计 原本就没有说我要争取WBC的主办 而且是高宏安特别把人找到现场来 然后发了一个新闻 我记得那个时候是这样 因为新竹市政府根本不会去争取 变成WBC热身赛场地 那是某一家运动经纪公司 他们想要去争取的 所以他们因为那家运动经纪公司 可能跟高宏安很熟 所以就把高宏安找来了 所以单纯就是一个商业活动 从来也没有人 当时请问前市政府 前新竹市政府 有没有跟你打包票说 我盖好之后我要变成WBC热身赛场地 没有 就是第一班的球场 对就是中职可以比赛场地 所以跟WBC那完全是不同的等级 第二件事情 你既然你那家运动经纪公司 他想要争取 你现在因为人家大联盟来看过 其实上那一天是大联盟的人来看 他并没有说这个球场OK或不OK 是你高宏安抢着收割 刚刚朗东给大家看贴了十几张照片 说你看我高宏安好棒棒 成为中华民国优势以来 第一位还没有上任就有政绩的市长 只是他没讲这句话而已 结果现在后来大联盟跟你讲说 不行这个球场可能不符合规矩 不符合WBC热身赛的标准 跟这个球场是不是一个不能使用的球场 这两者中间没有办法画上等号 就像将来的大巨蛋 他可能都没办法举办大联盟的比赛 这一样的道理 那你能说这个球场不符合棒球场的标准吗 也未必嘛 因为球场还有分不同的等级 这个韦志兄是专业 所以你高宏安去做这种比较 我个人认为这是恶意的连结 刚开始营造了一个美梦 把美梦戳破 就气球是他吹的 然后拿针戳破气球了也是你自己 这个榜党也是你 改党也是你 你是白娘娘吗 所以我觉得现在已经当市长了 高宏安市长 请你把全心全意放在市政 市政不是靠网军在PTT带风向就可以做得好的 我知道今天网军在故意那边带风向 新竹球场又叽叽了 好 新竹球场如果有问题 该法办就法办 该扣款就扣款 我的态度很简单 但是如果没有问题 请你不要转移焦点 好 我相信这么大一个工程 如果有舒适的话 你一定要来做检讨 但是很多人可能看不懂棒球 可能我就不是那么了解棒球场地 我们今天请来韦志哥 韦志哥比较了解棒球场地 什么内野外野 好 你看喔 今天高宏安在现场 拿一个这个铲子 这个威头 好 就挖一挖挖到一个电线 挖到砖块 这真的对棒球场来讲 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弊安 或很大很大一个蔬师吗 来 我们提一下高宏安 他都骂到他们的傻乎 吃到吃饭 记不记得2014年的柯文哲刚上任的时候 第一个拆掉路桥 过来说五大必案五宝 大巨弹 现在大巨弹变到什么形 刚刚您刚提到的 12月14号那一天 总共有50几个人 到新竹市立棒球场 里面有八个单位 八个单位 刚刚那个朗东提到的那个脸书 那个他当天就发了 说在鸿安团队如何如何 五六十个人 里面跟各位报告 真正的航家在里面的 航库克先生不超过十个 另外的四十几个干什么 一半是被拍照的 一半是去拍照的 听到好不好 所以那天你看到 所以你告诉我 好 颜有其事 蹲在那边 看这个水泼得怎么样 还绕两个营翼 库克先生这边来这一次的 这一个亚洲行里面 当然就是看我们的主球场周记 还有练习场地的斗六 甚至台北大 甚至连嘉义 都有可能在这一个舌库里头 对 我跟各位解释一下 刚刚提到汉创 汉创当然他幕后 有一个非常大的支持者 叫薛明志 但是汉创公司 我跟他们的这个 Eric张董 还有他们总监 高维凯都很熟 高维凯高总监 在四月份他都讲 四月五月 他们四月份才跟MLB 签合约说 由他们来当承办单位 当时就没有列入 新竹市棒球场 因为当时没有想到新竹市球场 要盖多久 一当时去就好 根本就没有列入新竹市棒球场 作为热身赛 记住刚刚我们几个 广哥还有瑞德哥讲的有道理 正式比赛在洲际球场 对 那么洲际球场在2013年 也举办过了经典赛 那一次王建民 最后一次代表国家队 大联盟的层级 如刚刚广哥所言 大联盟层级要求的水准 那个水准多高 全台湾现在包含要举办 三月八号举办的这个经典赛 洲际球场以大联盟水准 是不及格的 你要知道我们台湾的球场 我跟各位报告讲一下 大家比较通俗了解 两千年之前有天母 澄清虎跟新庄 那时候盖的 两千年之后有洲际 青埔还有斗六 这些球场最大问题点就排水 你知道吗 那总共底下要什么 砂石层 立石层 再来击皮 刚刚广哥讲的极配 极配上面才是黑土 红土加黑砂 然后在草皮 总共有五层 五层大概70到80公分 所有 现在要卫 所有的举定 刚开始盖 我记得那个天埔球场 投手球距离18.44公尺 还不标准 还被日本队发现 天埔球场朱立伦 当时这个盖好的时候 座位方向不对了 现在的外野应该 现在的中外野应该是本雷板 现在的本雷板应该是外野 方向也错了 也都那个积水积了一套糊涂 洲际球场2006年 小弟在那边转播的时候 多利益普你知道吗 现场简直是工地啊 就是工地 但是因为 所以球场必须要球团的任养 慢慢地保持 依照现在标准 今天刚才我们讲的 说他一挖下去 我感觉全台湾的矩条 没有一个标准的 过一天 新竹球场他底下他有放三百个 有建制三百个汽车停车会 一千两百个机车停车会 那当时就是说因为 实际上在异地而建都很麻烦 干脆就民国六十三年盖的就就地重建 所以富邦球团跟卫权球团 他们是感谢 感谢林志堅市长的 刚刚提到的 到底是缺失还是弊断 你看这样大剌剌的 他认为说 我告诉你 你不要太瞧到 你的起诉事件跟这是两回事 今天的确如我们几位前辈所言 真的一个早上 我在爬出来 全部你看 跪到了 捏到了 我就讲 新竹球场本来就不是 甚至汉创的高总监自己讲 新竹球场的水准 本来就没有要求那么高 热身赛没有比照我们洲际足球场那么高 我特别讲一下 纵使是洲际的主球场的水准 距离大联盟还有一段距离 所以如果我们要去大联盟那种旧地 要去100亿台票 这看去的站不着 所以我再举一个例子 最后的小小总结一下 球场盖 8亿 9亿 10亿 是基本的消费价钱 那么这个新竹球场底下 还有花3亿外的停车场 我整个讲说 林志堅可能所委托的厂商 可能没有经验 之外还有小细节 152项缺失 在前代理事长的时候 很认真地做了四五个月 很多时候机电也好 球员的动线 还有包括牛棚地方 还有包括一大堆球员球形式 做的都不错 甚至已经在上个月 已经有国际赛事来比赛了 当然那个不是什么大型的比赛 所以高峰安 你们没有那种感觉就见你的信息 感觉说抓到了 林志堅民进党你们死了 请教一下新竹市棒球场 从来不在WBC的规划范围之内 更不要讲练习赛 所以看你不要说什么大密码 没有 你不要再加热了 这个事情你叫你的副市长 检察官要来查三回了 我告诉你 邝哥刚刚讲了 十五个月就去年两得移送了 如果今天该查我们也支持 所以新竹市棒球场不是什么大问题 所以韦志哥比较了解 他对于棒球是专业 你看 这个所谓一点点疏失 你是要改进的 但积水每个问题都有 每个球场都有这样的问题 有必要把它打成大密宝吗 当然也太夸张了 当然我们再来看一下 还有南投县长林明珍 不是卸任了吗 怎么现在又要连立委补选呢 怎么会是呢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这个南投的立委补选 现在确定了民进党推出了蔡培会 那国民党推出了林明珍 没听错 刚刚新任的南投前县长林明珍 又要回国来参选了 让大家说 国民党里面 你们是没有人了吗 带你快来看 俯卸任南投县长的林明珍 71岁的他才刚退休不到10天 宣布回国投入立委补选 我奥子女儿都持反对的态度 但是我太太她看到 我有这么热忱要为县命服务 她也勉强同意 当西要我的时候 我绝对不能抽脚 南投第二选区立委补选 蓝绿接在中常会上拍板定案 同意共推蔡培会同志 为本党2023年第十届南投县 第二选区立法委员 出缺补选提名候选人 不能自私之力 要放下自我 无私无我团结才能选选 第十二届南投县长选战 蔡培会以11万7993票 败给许淑华的15万4256票 选后蔡培会再度扛下重担 要凭立委补选 将在3月4号对决前县长林明珍 这十几年来南投是百废待举 那我觉得不管是过去的立委 或者是县长都应该承担起这个责任 国民党内有这席不能丢的共识 林明珍一直以来 寄望交棒儿子林如斌 延续林家政治命脉 但是林如斌 民调一直没有起色 老将只好再度出征 几位议员已经有表达 这个有参选的意愿 但是在民调上面都是落后蔡培会的 所以在党部的民调显示 只有林明珍前县长出来参选的 民调是可以赢过蔡培会的 此次补选也被外界视为 九合一大选延长赛的最后一役 三日新闻中部 众位报道 让大家也很纳闷 怎么又是你 你不是才刚刚卸任吗 怎么林明珍现在又来选立委补选了呢 好 请教一下郑浩 朱一伦现在强调说什么呢 因为补选时间太过紧凑了 希望大家可以支持好好团结 不是啊 怎么选来选去都是林明珍呢 对 这件事真的很怪 状况是这样 我觉得国民党又来晚 就是打压年轻人这一套 就是说二代 正二代接班不成 正一代出来护航 他在玩这个东西 什么意思 这一次南投本来就有年轻人 还有或者是当地更远很久的 现议员要出来选 第一个是尤浩 尤浩是第二届 他是现议员 他以前是红秀柱的人吧 他这次算选得不错 七千多票 对对对在当地算是也是非常是有名气 因为是年轻人嘛 然后当地也愿意给他机会 另外一个宋怀林相对是比较资深的现议员 还有前县党部主委林卢斌 要出来争取 林明珍的儿子 对 大家会说林卢斌是谁 为什么比较不熟悉 他就是林明珍的儿子 林明珍的儿子 那很有趣 那这原本的这三个人 尤浩 宋怀林跟林卢斌 这三个人出外选 其实我认为对蔡培会都有机会赢 而且刚刚许淑华不是说没有 只有林明珍会赢 不对 你还给大家看到 你看 这个东西 我们再大点 这个是联合报嘛 对不对 联合报其实那个时候特别讲说 初选国民党三人 但是党中央却征召他 就是林明珍参选 你仔细看 这边特别有写说 你看 黄建廷就是国民党秘书长 到了南投沟通 发现除了宋怀林 尤浩林奴卢斌之外 还找了卸任的林明珍 宋怀林说 他以为是要讨论民调 何时举行跟做法 没想到 黄建廷告诉他 民调已经做完了 已经做完了 大家都不知道的民调 除了尤 宋 林 就是原本表态三个人之外 也把林明珍都列入 对比结果 四个人民调都高过蔡培会 但是林明珍制度最高 林明珍制度为了保胜 所以征召林明珍参选 换句话说 不是刚刚许时华讲的 许时华说是只有林明珍赢 所以不得不争取 没有 可是黄建廷这边讲的是 其实都赢 本来南投线 国民党派一个差不多的人 本来就是会赢 很难很难的地方 可是状况是什么 后来了解 原来排序 尤浩跟宋怀林在前面 林明珍儿子林卢宾在后面 所以虽然这三个都会赢 可是也要从赢中里面调个墙的 可能是油耗 可能是宋怀林 就是不会是林卢宾 所以儿子接班不成 老爸上场 想说儿子可能不会赢 那我只好先去卡位 对啊 中央就这样 这是新闻版纸黑字写的 对不对 说四个人都会赢 而且你看明明三个人表态 你做名叫干嘛把林明珍 拉进去 林明珍就没有要选 所以一开始就是中央跟地方 就是做一手 两手准备 什么如果林卢宾有办法接班成功 林明珍退居幕后 但如果没有 林明珍在跑来前面说是民调最强 当然了 我承认林明珍民调是最强 可是能看吗 就是国民党接班 接着不甘不脆 又搞这个 然后这个东西 仿佛让我看到什么 陈世民嘛 就是高雄的议员嘛 还记得陈世民吗 陈世民那时候 那个选区的国民党立委叫做议员叫陈丽娜 陈丽娜推了吕庆伟当接班人 就陈世民跟吕庆伟两个人初选 陈世民胜出了 结果陈丽娜在登记参选 最后一天拿着国民党这场团卷说 去登记参选 硬生生把陈世民挤掉 陈世民现在落选 这国民党就搞这套 你除了你要指定接班人之外 接班人接不了班 你还要赖皮 自己再跳下来 怎么永远都来玩这套 然后林明珊刚刚讲的 我觉得有点恶心 又说最后一战 我全家都反对 这个我年纪也大了 那那么委屈就不要来 不要讲得好 这个最后一战不是也到明年三月吗 初选结束之后 大家再一起重新来瞧 最后一战还会有最后一战翻外篇 翻外篇之后还会有最终战 还有最终战的最终战 终极之战 不是你讲的不是觉得很丑很难看吗 我看到这种新闻 我第一个感觉说 我觉得国民党这些 就是真的所谓正一代 或者那些当权派 真的把初选规矩来 当成他的游戏规则他还定 我儿子能接班就接班 不能接班 我就自己赖皮来玩 这东西我觉得一定要把美感跟大家讲 原本大家搞不懂 为什么又是李明珍回国 我跟大家讲不对 有三个年轻人要接班 是他的儿子接班不成 他才出来再次堵住了 国民党年轻人接立委的棒子 可是问题是 尤浩跟宋海 两个人心里滴滴滴滴 很不开心 可没办法 又一个大框架 为了党请你牺牲 你还年轻 请你浪一浪 这每次都这样讲 所以大家硬着头皮 就要发文说什么 我们愿意为了党等等 可是私底下就我了解 都很不爽 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要继续玩 没关系看什么时候被看破手脚 好所以你现在不为了党行吗 不为了党之后可能就没有你的位置 请教一下博文哥 你看林明珍选前说什么 我不会再选了啦 我要把机会让给年轻人 原来这个年轻人是自己人 是自己的儿子 现在说什么呢 为了顾悬大局 我才重出江湖 那你看 里面其实很多人有意愿 年轻人都想出头 现在已经喊出世代交替了 那你就站在这个位置 你不交替吗 还是等到你儿子可以交替的时候 你才要来替 这个林明珍也七十几岁了 林明珍 我认为他之前在服选许淑华的时候 当时他也跟大家讲 为了他们国民党内的团结 他说这是我的最后一战 我不会再参选的 结果没想到最后一战之后 还有最后一战 刚刚这个讲到就是说 这个难道国民党不是没人 国民党也有这个县议员尤浩 也有宋怀林 那为什么他们不能参选 然后就讲说这个林如斌 这个林明珍的儿子说 他的殖民度可能不够 他的殖民度可能没有办法 支撑他的支持度 所以老爸出来 但是我要问大家 其实林明珍他儿子林如斌 过去在南投县是当什么 当县长特助 在爸爸的县 这实在是有到帮你看 你知道吗 我今天县长当老爸当县长 然后儿子当这个县长的特助 这个简直是把南投县政府 当他家一样 这个不管他有没有这个资心 这个光出去 所以大家拿着那个名片 拿着那个抬头说 我是县长的儿子 我是县长的这个特助 你想想看那个敢不看你 但是那个过去林如斌 就干这样的事情 可是你想想看林如斌 用这样的一个身份 他说他地方的知名度不够 显然大家没有办法接受 我不认为他知名度不够 我觉得地方上 包括那时候许舒华在选的时候 林明珍那种 他说不选 不选大背后就在传说 人家要算嘛 所以我认为不是他的这个支持度 或知名度不够 而是当南投县人 他不愿意这样子 我说之前 南投县真的不要再搞得这么乌烟瘴气 从李朝青 大家不要忘李朝青 那个跟二审 然后被被判八十一件 被判四百五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贪污案 一直到现在林明珍又要记 林明珍是接李朝青的棒子 然后他现在又要继续这个参选立委 难道不能够给大家耳目一新的感觉吗 难道不能够真正让 不管是这个民进党或国民党的这个年轻世代 能够有出头的机会 我觉得这个南投县要有改变 南投县真的要 这个县民来真的要 不管是从县长或者是立委的部分 真的要有所改变 南投这样一个封闭的 比较是内陆的三层才会有所改变 所以这次林明珍我认为 其实从而过去 我们去检视他从2002年选这个县议员的时候 当时他也曾经这个涉入会选案 这个酱油啦 什么提货券啦等等 当时也是搞得沸沸扬扬 那一直到这个最近 包括我刚刚讲到林如斌他儿子 这个就有南投县的议员参选人曾崇凯 他有出来讲 他说奇怪 这个林如斌 他又没有领任何薪水 他是挂他老爸特殊在外面 招摇行走 可是奇怪 一个年轻人 结果在他老爸卸任之后 竟然他可以去买一栋 大概高达2600万 2600万的豪宅 在这个地方2600万的豪宅 请问 他说他不知心 然后他老爸一个月的现场薪水 才17万 请问他哪来的经济能力 所以我认为这个部分 其实疑云重重 这个部分 我觉得林明珍 如果你真的要继续参选 那未来这个部分 你就要经得起检验 你不要说 你们什么又在追杀又在 不是 这个其实当时 曾崇凯在参选议员的时候 他就有提出 你没有给大家一个 好的一个说明 那我认为 你如果要继续参选的话 你儿子的这个部分 你是不是要有所说明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一个 选举的检验 好所以林明珍那时候就说了 儿子豪宅是我拿选举补助款 买来的 立委选举补助款 县长选举补助款 难道现在又要再重来一次吗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南投县长林明珍 没有想到现在又要去参加 南投的立委补选 也才卸任10天 这个对南投人来讲 这观感不会不好吗 好我们现在先连线给 民进党前南投县党部的执行长 曾崇凯 崇凯在我们线上吗 有 崇凯在我们线上 我想问一下这件事情呢 因为大家都蛮讶异的嘛 那南投人不会觉得很奇怪吗 对因为 其实我觉得南投这几年 都是李朝青 林明珍 再加上许淑华 这一组人一直在轮 所以他们当初的顺序 是这样轮 但是没想到呢 连这一次 最后许淑华选上县长之后 他的立委的席次的补选 居然还是林明珍跳回来 地方大家都很哗然啊 说明明前几天还看到有两三组人 大发 我们在发文宣 宣传车满街跑说 请大家初选要支持 油耗要支持宋怀林 要支持林鲁斌 大家都好像弄得好像选举的补选 那个就是初选 所以大家其实已经有动作 然后突然呢 这个党中他就说 我们要征召林明珍 然后大家就很错愕这样 对啊 而且很多选民 他还说 不是还在筹刷 怎么会变你现在是林明珍 说买啊 不能了吧 对啊 所以觉得真的是 让人家觉得很压抑 你自己也很压抑 包括你之前有听到说 这个林明珍的儿子 其实这一届 林如斌也想选嘛 对不对 不晓得他在地方是怎么样 因为之前大家不是说 他当县长特助吗 那个时候住在2600万的豪宅里面 林明珍就说 他是用选举补助款来的啊 立委补助款 县长补助款 所以接下来可能还有一笔补助款吗 是啊 没错啊 所以我们其实我们看 像我们去年在选举的期间 我们就踢爆说 为什么林明珍 他的儿子 三年没工作 没有薪水 居然买得起一栋 超过2500万元的豪宅 那以林明珍的薪水 也要20年不吃不喝才能买 因为他总共买两栋超过5000万嘛 那虽然他说他是利用 他过去立委跟县长的选举补助款 可是大家也都知道 南投县的人口 实际上你得票数也不多啊 像许世华才得15万嘛 补助款也才四五百万而已啊 所以我是想要请教一下说 林明珍到底 他的那些买豪宅的钱是怎么来的 那他到现在都还没有解释 那我们也送到连政署了 那他的所有的资金 他也不愿意解释 只会说我们选举在栽赃抹黑 所以我想这次的选举 他也要来充分跟大家说明 为什么他有这些钱 再来林汝宾 他在前年 在三年前过县长特助的时候 我们所有的商家 都有一盒茶叶 然后呢 也有他的那个所谓的文宣品 然后上面就是名片 就是印县长特助林明珍 那茶叶冠呢 就是南投县政府 那是茶博的预算 那林明珍在推茶博的时候 他儿子也一再上那个宣传广告 都已经力挺他儿子成这样 还让他再兼 国民党县党部主委 都已经力挺他成这样了 结果他的民调 听说好像还是不是很乐观 所以变得逼得 他自己要掉下来选 那我很想请教一下 我们南投县 就真的变得你们邻家天下吗 再来去年的时候 林明珍公开在场合说 他希望大家可以支持许舒华 因为许舒华选上现场之后 他儿子会接棒来选这个立委 所以他希望大家来支持许舒华 当宣长 他儿子可以来选立委 那这是不是有 齐约会选的问题 我觉得这个也是需要 检调也要去查清楚 因为林明珍已经公开讲了嘛 那他现在国民党要征召他 那不是摆明的就是证实的去年 他们就是齐约会选的动作吗 好谢谢从来今天接受我们的连线 就从口来讲 其实很多国民党本来要选的人 现在准备在初选 后来发现 哪有没希望啊 谢谢从来 谢谢从来 好请教一下静明哥 你看现在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也炸锅 他说大家本党租公圣斯 不是林明珍不优秀 而是观感不好 难道现在出现这样的情况 那国民党内部一些青年军 大家不会反抗吗 当然对这个结果 国民党的年轻人一定会很失望 很气馁 因为国民党的年轻人要在这个党内初选出来 的确有一条 可以说是漫漫长路要走 因为刚刚其实在座也提到了 刚刚我也看到 有人就传给我看这个南投县的这个 这个民调 那的确刚刚几个讲到了那个民调的部分 卢宾的这个民调的确要再加强 那我看到那个宋怀林和那个油耗的民调表现都不差 那当然把那个谁 林明珍放进来当然是最强的 因为他是南投县长刚卸任 但他们怎么会想说 你们国民党内怎么会想说 要把林明珍放进来呢 不是通常就只有这几个人要选吗 因为安全牌 那其他人不安全 其他人不是不安全 怕有一些什么状况或闪失 不是他儿子 恐怕觉得就是再加上 怕他儿子有闪失 对 怕他儿子有闪失 这也可以是家里面的一个因素之一 那所以如果说其他两个人当选的话 其实我觉得林奴斌他也是 一直想要接他爸爸的棒 但是也不妨从现议员开始选 也不是一条路 其实民进党也有很多这种方式 那真的想要从政 可以从现议员开始 那现议员将来也可以去 因为南投线就是一条左水溪线 那一条是靠另外一边的 就是他两个选区的立委 他只有两席而已 那过去这里曾经有民进党 也曾经有台联的立委 也曾经民进党曾经执政过 当过县长 这里并不是说蓝营的铁板升蓝一块 那林明征其实在1999年 我记得921大地震前后 那个时候发生之后 我在跑行政院的时候 他还北上到台北来 去找那个那时候还是副总统的连战先生 想要帮忙说什么 那时候他是积极政政长 所以你看一荒眼 1999年到现在 已经23个年头过去了 他还在政坛当中 当然71岁是长青术 所以我一开始 其实举经理破题问我的时候 我就会讲 我觉得蛮可惜的 你在这个时候 应该可以让 不管是宋怀玲 宋怀玲当过南投市长 也当过很久的现议员 大家机会都还蛮高的 对 那尤浩是博士 他的学历也高 然后又是洪秀柱的子弟兵 那个他以前是洪秀柱办公室的主任 特助出来的 那也是当了两届的现议员 也当过国民党中常委 那相对也同样认真 所以宋怀玲跟尤浩 还有包括林卢斌 那林卢斌的唯一的包袱是 他爸爸是林明珍 那的确如果小凯 我都叫曾宋凯小凯 因为我跟他也蛮熟的 的确像小凯说的 他背负很多爸爸的包袱 然后包括在茶博 那个广告 他就出现在他爸爸面前 在这喝茶 哪怕只有一句台词 但是还是强力放松 那民调似乎在显示出来 没有拉得起来 但林卢斌他也是 不断地在帮他爸爸 经营地方的这个关系 或许家里实在还有机会 所以我觉得不必那么急 但就像你讲的嘛 从现议员开始选就好了嘛 那为什么要从这个 一步登天的感觉呢 所以一方面 从政党的立场来讲 可能会怕说丢掉这一席 再来第二个 为什么林明珍 要回去跟他家人商量 跟他老婆 跟他子女商量 就是觉得 可能对不起儿子 本来我栽培我儿子选 可是我现在爸爸 自己要跳下来 他也本来说我不想选 我想要跟他老婆的规划 就是现任只有71岁 人生70才开始 接下来是他的大好人生 游山玩水 如果我是他 我也想要去到处走走 儿子呢 能够让他去显现姻缘 或者是让他怎么样 就儿孙自有的孙福 让他好好的这个 发挥他的自己专长 这几年他也奠基的基础 他在南投的 当县党部主委 这几年下来 还有他的一些地方的人脉 也的确有 所以我去南投的时候 也有碰过他 也有碰过其他地方的人 也都跟他很熟 所以我觉得 为什么国民党要这样一个 就是打安全牌 安全牌之外 就是可能他家里面的 家族的这个考量 因为你有没有注意到 他们有那个党中央那时候 在准备要宣布 这个新闻传出来的时候 有一句话是说 家族接班的情势 还不是那么明朗 所以我觉得 恐怕会有一些 像李厂志 我们国民党青年部的副主任 以前也是洪秀柱栽培的 年轻的人才 他就里面就会提到 说不是林明珍 这位前县长不优秀 而是这样做 可能社会观感不太好 他这一句话 其实就一针见血了 切出了重点 然后他在引用了 这个洪秀柱的一句话说 不有留者 那是以便为了将来 就是不要有一些 又留下来 或者是有一些 这样的一个状况 所以我觉得 国民党其实可以趁这个时候 在这一次的3月4号补选 不要怕说丢掉这一席 那要怎么样 2024年1月 再选回来 要有这种骨气 你要拿得起放得下 要输得起 也赢得回来 我觉得这样子 选民看在眼里 或者是整个政党政治 他已经栽培政治的 年轻人才的增补 对政党未来才是一个好事 不要短视经历 好 所以当爸妈多辛苦 还要帮孩子想后路 但不是啊 这个是政治 这是选举 你要对选民有所交代 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好 所以前南投县长林明珍 真的是为了儿子 所以才出来再战 再来战 南投立委补选吗 我们要请教朗东 因为过去呢 其实林明珍 这个家族争议也还蛮多的 感恩餐会呢 涉及会选 因为送一个 包括这个不锈钢的泡面碗 360块钱 130场 这个钱不晓得要花多少 那可能呢 他这一次补选 也不是为了这个补选的补助金 因为可能这个房子已经买了 但是呢 朱一伦现在说 因为补选时间紧凑 所以要好好团结 所以才找林明珍 真的是因为补选时间 紧凑这个原因吗 对啊 林明珍这八年的现场 可以说是做得非常烂 因为对南投来讲 最重要的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都非常的缺乏 举一个数据 2020年的时候 南投的一般急性病房 一万人的平均有多少 24.8个 然后彰化29.5 全国平均是32 意思是什么 南投的医疗资源根本就不够 包含说林明珍 那自己也承认 他们的教育资源是不足的 他们的那些学生 自然科的成绩比全国的成绩 平均低了7%左右 那当这个问题没有解决的 这个时候 他儿子在什么时候出厂了 其实在去年 前年 前年年初的时候 大家注意到这件事情 因为弄了一个很好笑的东西 叫什么天空之星 然后后来又叫做松岭之星 就是个奇怪的 很大型的一个手电筒 然后住在松柏岭那边 然后这个奇怪 这个建筑还要花5亿 然后我这件事情 我之前还写过文章 专门去研究过 这5亿到底 他的报告是些怎么样 各位请看 南东县政府的报告 这个5亿的报告 登登没了 就事业的A4 5亿的报告 事业A4 然后里面的收益 说要怎么样拿到观光收益 怎么样估算 完全都没有 就这样子 没了 就5亿就没了 这比我弄的 然后他就说 这是他儿子建议了 建议就盖这个 所以大家就很奇怪 说他儿子到底在干嘛 来发现 是一个没有挂 没有正直的薪水的一个特助 所以他衍生出后续的一个争议 那刚刚主席也讲到说 他最近有人在会选 其实呢 他在过去 2002年的这个时候 在雪南投现议会的 现议员的这个时候 就已经涉及了会选 然后被判有期徒刑四个月 然后还行两年 持投公权两年等等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的 那时候就已经确定 而但重点是说 这个法院判决 没办法直接找到 要找别的法院判决 里面才引述这个 所以事实上 这个是不是有人去官说 让他不要再去上网 让他知道 内勤 这个就会有所玄机 包含是说刚刚呢 这其实也提到 他这个房子不是 一栋2000多万 加起来快5000万吗 那刚刚还有个细节 没有讲到的事情 是说林明珍呢 他在公开申报财产 2017年是800多万 然后那到了2022年 是686万 中间是不是只有减少了100多万 但是他这房子 是2019年买的 那你2019年 你就算扣掉贷款 贷了三四千万好了 你还是要付出现金1000多万 那1500万是怎么来的 为什么完全没有展现在 他的一个存在财产申报里面 所以这一连串的争议 就是显示 第一他曾经会选 第二他的在非常多的一些 单头基础建设都没有去做 第三他还弄了一堆 奇怪的一些什么 观光发财 然后跟地主去合作产生的争议 而接下来这局就可以看得出来说 为什么朱立伦要选一个 年纪已经偏高 过去政绩也不是很好的人 因为朱立伦现在很怕 这个万箭穿心 一堆想要把他拉下来 要去争了 这个2024的这个大位 所以朱立伦就 逼不得已 打一个保守牌 他觉得林明珍在地方上 还是有势力 可是这所谓的势力 并不是难 等会儿